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服务业管理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服务业管理第七讲次的单元 那么我们首先来介绍今天来的助讲老师 首先介绍的是陈伟伟陈老师 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服务的管理内容 那接下来是林哲杰林老师 各位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服务的接触 好的 那么今天主题是服务业里头的服务接触的单元 那么今天主要学习的一些目标 包含我们先介绍一下前沿什么是服务接触 然后我们介绍服务接触的金三角 以及服务组织里头所扮演的一些角色 还有在服务里头我们接下来员工的一些重点 还有就是说在服务接触里面最主要的主角 就是我们的顾客 那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谈的 有关服务接触里头的一些很重要的单元 那么因为在大部分的服务业 服务提供者与顾客会产生相互接触的一些特性 那么其接触的这些服务就发生在整个服务栏图的可见上 可见线之上 那么因此我们可以跟顾客接触的有一个互动的情形 我们这些在这个湖南图的我们称为是这个关键时刻 那么什么是关键时刻呢 它是指的是说当顾客正在评估该服务的时候 那么并对该品质形成看法这个时候 通常会发生在可能是一个蛮短暂的 一个某个接触的一个瞬间 那么一般而言 一位顾客会经历多种不同形式的一个服务提供者 而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一个机会 那么都会影响顾客对整个服务品质的一个知觉 例如一位搭机的一个旅客 就会经历了一连串的一些接触 从这个开始这个电话的购票预约人员 开始到后来像行李 这个到机场行李的检查入关 机上的服务抵达的时候 行李的提领一直到最后 可能得到一些这个里程数的累积等等 那这些都有很多的接触 那么关键时刻通常是取得 这个优良品质生育的一个关键要素 它的重要性足以让这个组织在造的时候 特别注意到整个服务接触 并致力在整个服务品质上面 以及创造既独特又有竞争力的一种 一个竞争位置 所以在此想法之下 组织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低线的一个员工 好让他们能够做好整个 这个顾客接触的这些员工 能够做好这相关的服务工作 因此那么企业应该要颠覆 就有了这些组织图 把最底层的这些顾客接触的员工 可能打翻位置过来在组织图的一个最上端的一个位置 如此一来就可以造成组织里的每个员工 都有责任的能够好好地来服务我们的顾客 那这种组织的改变也就表示说 公司要再次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满足顾客的身上 那么并且必须要好好管理我们相关 每个可能发现的这些关键时刻 那接下来我们谈下一个主题 是有关于服务接触的金三角 金三角就是有三个角色 那么服务业的一个特性之一 就是顾客他会主动来参与服务的一些生产过程 而每个的这个关键时刻 包括了顾客和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互动 那么而且都扮演着各自属于自己的一个角色 那等下我们谈到一个图 课本上图之一 七之一就会谈到整个服务接触金三角 是指说把这个服务接触描绘成一个所谓的三角形 那这三角形也有三端 就是有顾客服务组织 还有这个接洽的这个员工 三方面所组成的 像我们这张图里头 我们所看到的三个主要角色 上面是这个组织 下面会有这个组织里的员工 那员工他要对应的这个顾客 那所以这三个角色 我们必须要让他们能够平衡相互来合作 比如说像组织跟这个顾客之间 组织是要能够好的效率来服务顾客 那顾客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满意度 那么在组织跟员工之间 那员工应该有好的效率 这个组织提供这个好的流程给他们 那员工也希望能够有一个自主性 能够在整个服务过程当中 能够服务顾客 那么在员工跟顾客之间 就很注重的是在 特别是前线的服务 很注重的 就是说这个顾客 他在整个感觉上面的一个感受 知觉上的感受 最后的品质的一个评价 那这时候员工必须要做好 这相关的一些知觉上的一个控制 那么有关这个服务接触 金三角的部分 我们请林泽杰林老师 再继续帮我们来做详述 好 刚刚张老师在服务接触里面 谈到了说我们金三角里面 有包含我们组织 有包含我们员工 也有包含我们的顾客 在组织跟我的一个顾客之间 我们重视的是满意度 所以整个以盈利的一个 服务组织的一个管理者 他通常我们尽可能 我们希望他是有效率的 因为盈利就是要赚钱 所以有效率就可以降低 我们的一个成本 让他们能够有利润 保有一个市场的竞争力 那如果是一般我们的 非盈利的组织来运作的话 我们是在希望有限的一个 限制预算之下 能够用效能来取代我的效率 也就是我把事情 把它做好 所以我们为了要去控制 服务的一个传递 在服务顾客的时候 管理者会倾向将规则 还有流程 把它加租在我们的一个 接下人员的身上 利用这些限制或者是规则 来限制他们的自主性 还有他的分权的程度 这些规则跟流程相同的 也会限制提供顾客的一个范围 而且无法做到顾客化 结果也许会造成顾客的一些不满意 这个可能是由于我们的规则 跟限制所造成的 另外我们接触人员跟顾客 在彼此之间的互动 也会形成双方都想控制 彼此的对方 例如说接下人员 他为了他自己工作上的便利 他想要控制顾客的一个行为 让他们能够造 接下人员的意志来做 使他们的工作变得更能力 然后变得没有压力 但是顾客 我们也希望有我们的自主权 拿到更多的控制权 所以这是彼此之间 双方都会希望来控制对方 理想上来说 如果三方都要能够各取所需 那就需要共同合作 来创造一个有利的服务接触 如果一方的过程当中 太过专注 他们服务接触的一个主控权 那就会使得这关键时刻 失去他正常的一个功能 我们接下来 依照我们的金三角的三方 所主导的接触 依序我们来做一个说明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服务组织 所主导的一个服务接触 服务组织来讲 我们组织企业 他希望更有效率 而且在成本的一个 优势的领导之下的策略 我们希望能够严格的 来使我们的作业程序 能够加以标准化 标准化动作就会一致 那这样子就可以 来限制我们接下来员工的 一个分权的程度 从企业的一个组织 主导的一个情形下 顾客也就只有一些 标准化的一个服务 来供我们的一个顾客选择 当然也没有个人化的一个服务 许多的一个连锁服务业 像我们常看到的麦当劳 星巴克 他们都拥有一个 结构的一个组织和环境 这些的一个服务的主导 希望我们的服务的接触 都是由企业来主导 这是一般我们常见的成功案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员工的主导的一个 服务接触 一般而言服务人员会企图 想要限制我们服务顾客的范围 以减少阴影顾客的一个需求 所造成的一个压力 例如说病人来讲 我们可以把它视为 他是医院里面的一个顾客 而他所服务接触的过程当中 完全没有控制权 我们更进一步来说 同类型的一个组织 像这个例子里面 就完全是医生 依照病人的一个状况 是需求为主 而不在乎是 他的效率是好或者是坏 不重视效率 而我们重视的是 他的一个医疗的一个过程 希望把病把它医好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稍作休息 刚刚我们介绍了企业组织 还有另外另一种形式 我们接下来来介绍第三种 由顾客所主导的一个服务接触 标准化的服务 还有客制化的服务 基本上这是两个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 但这些顾客的一个控制的接触的服务的机会 对标准化的服务业而言 自助式的服务是提供一个有限的服务的情况下 我们希望让顾客能够完全的去掌握我的控制权 例如说有一些自助加油站里面 他呢 你自助加油之后 他会有一个自动刷卡的一个 信用卡的一个刷卡 那顾客呢 根本就不需要跟任何人的互动 他直接就可以去做交易的一个完成 所以来讲 这个是会非常有效率 而且可以去满足顾客的一个 不需要别人的服务 那就像说呢 一般我们停车场也是一样 你完了之后呢 你缴费 你也可以直接用悠悠卡 来去做他的一个结账的动作 那像你在网路上购物 你的结账方式呢 可能有好多种 你也可以依照你的选择方式 去选择你的服务的一个类型 这个是由顾客所主导的 就像我们顾客化而言的话 例如有一个罪犯 他需要一些法律的一个 辩护的一个服务 那他就需要去动用 组织所有的资源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花费比较大的成本 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服务的效率 所以服务接触里面的环境呢 通常是由服务组织 所建立而成的 那顾客与接下员工之间的互动 通常会发生在组织的文化 还有实际的环境之内 我们接下来呢 就依照我们组织服务 接触的一个文化 还有授权 这两方面 我们来做一个说明 重点放在文化 以及我们的授权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文化 我们为 你就好像说 你为什么会去选择这个服务 而不会去选择另外一个服务 例如说呢 你会选择 离你家近的一个A超级市场 而不是选择 离你家近的那个B的超级市场 或者如果你今天想要选择 负责X的服务 而不是选择负责Y的服务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 基本上跟文化会有关系 或者你认同他的一个企业文化 所以很有可能是公司的文化 因为公司的文化 它是取决于我们的服务的价值 那决定顾客就会把它摆在哪个位置 因为你的价值会希望你的顾客 它是属于放在哪一个位置的服务层级上面 那我们一般对组织文化的定义 有下面几点 文化 它是一种信仰和期望的一个形态 它可以和组织的成员共享 并且产生一些道德的规范 强力的来塑造和组织内的一个个人 或群体的一个行为 我们也可以把文化定义为组织里面的传统 还有它的信仰 它可以从中与其他的组织来区分开来 并且为组织架构注入一个确实的一个生命 另外组织文化是一个分享导向的系统 这概念很重要 分享导向 它将各单位结合在一起 并且赐予一个特定的一个主体 所以不论是有意无意 我们的一个服务组织的一个创始人 或者是高阶主管 都会想去建立一种组织的气候 或者是文化 那也就是该公司它的一种行为规范 或者一套的价值观 来导引员工来制定它的一个决策 我们组织文化里面的语言 也是一种沟通价值的一个方式 例如华特迪士尼公司 他们的员工基本上来讲 他们认定他们是一个娱乐业 所以工作人员 他会希望是用演员的概念 来取代传统的人士的一个想法 也就是说员工呢 他会希望潜移默化的自我设定 表演他是一个演员 所以在演员班底里 不管你是表演的人员 行政人员 我们台上或者是台下 员工都认定 他们就是在做一个表演的工作 刚刚我们所讲到的是文化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授权的部分 在传统的观念里面 我们假设是权威式的管理的方式 员工才会肯去做事 就像是我们管理学的S理论 因此就需要有一些管理层级里面的人 来做一个监督 但是由于接下来员工被授权 来做一个决策 是不同于传统的一个假设条件的 所以组织利益 其实是来自一套分享的价值观 近年来以麦当勒来说 他拥有一套很有效率的服务传递的模式 他结合了传统制造业的大量生产的哲学 希望组织所呈现出来的生产 能够大量的一个生产 把同样的餐点 他在全世界做了数十亿的一个餐点 给客户来使用 用大量生产的哲学概念 那在流程和设计方面 他也限制员工有一些分权 例如说榨薯条的勺子 就是设计要多大 这样我们就能够控制我们的一个分量 那组织呢 基本上来讲 它的结构一般像金字塔的形态 所以管理阶层 从负店的经理 店经理 区经理 再到我们的一个顾问 彼此之间就是一个金字塔形态的一个 传递的模式 这也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组织的架构的形式 那如果员工有充分授权的话 他就可以有更多的自主能力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倒梯形的一个组织结构 现在我们有一种服务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形态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倒梯形的组织形态 所谓倒梯形的组织形态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训练我们的员工 或者是呢 我们激励员工 然后呢 适时的也给他一些电脑 或者资讯上方面的一个提供 让他在我们传递服务的时候呢 能够有自主性的一个能力 所以呢 这种新的一个服务类型 现在来讲 在我们一般员工的授权来讲 越来越多了 有些工资 他会希望去投资在一个员工的身上 所以员工呢 他也会认为说受到重视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也希望能够好好的来为这份工作来努力 也会做一些相对性的一个承诺 所以在倒梯型的组织里面 我们必须要对员工投入更多的投资 甚至有时比机器还要多 利用科技也是能够来支援我们的一个服务的接洽人员的能力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 接洽人员的一个召集跟训练呢 一般都是我们所常见的一个成功的因素 那另外各阶层的一个报酬呢 也是可以依到他的绩效 所来做一个订定 那这种的一个倒梯型的一个服务的话呢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工作 而且呢 做到他们的一个 一个更多的一个投资 那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利用一些资讯 来提供他们更多的一个功能 所以这种组织的话呢 就会减少我们中间干部的一个管理人员 那取而代之的呢 就是第一线的员工 中间管理者就变成第一线员工 那更重要的 我们也希望接洽人员呢 他有能力 能够去解决他的一个问题 那使他的一个服务呢 更有一个品质 所以总体而言来讲的话呢 我们对授权给接洽人员来讲 是给他激励 给他资讯 给他承诺 给他良好的训练 也希望他在未来的服务呢 能够展现他的一个责任心 自我管理的能力 以及能够来克服各方面的一个压力 好 刚刚所说的是 我们文化以及授权的部分 好的 那么我们先做个休息 那么刚刚林老师帮我们介绍了 服务接触金三角里头的这个服务的组织 那接下来我们再谈谈另外一个角色 就是接洽的员工 接洽的员工的部分 那么理想来讲 就是说整个接触顾客的服务人员 应该要具备某些的一些人格的特质 包括要弹性 要反应能力 那么和顾客模拟两可的一些 这时候的一些容忍的能力 那么当环境有征兆时 要能够及时来监控 那么改变了他自己行为的一些相关的能力 还有要对顾客要有同理心 这些都是接洽的员工 所必须具备一些特质 那么我们会谈到一些服务人员的一些属性 可是比这个服务员工的这些年龄 教育程度 或者销售的一些相关事宜 销售训练 还有他是不是聪明才智来得更多 所以有些人会发现 第一些员工是很无趣 单调反务的工作 然而也有些人可能将此份工作 视为是一种能够跟各式各样的互动 接触学习的一个机会 那么然而在高度接触的这些服务工作里头 更需要具备好的人际关系 相关技能 所以员工征选的过程 这个就显然相当的一个重要 如此才能够确保在整个服务接触中 能够拥有比较高的一个品质的一个相关的关键时刻 所以我们在整个接下来员工 员工训练部分相关的议题 我们来请陈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些说明 是 现在跟大家谈一下 接下来员工他整个从征选到训练 还有就是训练之后跟顾客之间的互动 那互动之间之后会产生的一些沟通的问题 那首先先来谈一下征选 我们对于一种 因为没有一种很可靠的测验 是可以衡量一个人的服务的导向的 所以人有许多各式各样的面试技巧 我们是可以应用 例如抽象的询问法 情境的短文法 或者是角色的扮演法 都是用来评估服务接下员工的潜力的征选方式 训练呢 大部分关于顾客与接下员工的训练手册 及员工手册 他都只是注重在 且说工作时应需具备的技能 例如通常内容都会很详细的说明 如何填写来访的报告 收音机态的使用 或者是比较合适的穿着 以及还有安全必备要的一些执行能力 那关于顾客跟互动的技能呢 他只是很简单的提到而已 例如要有愉悦的态度 还要随时的保持笑容 至于顾客跟接下人员之间的互动 顾客跟接下人员之间互动的困难处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部分 包含了顾客他不切实际的期望 或者是不能预期的失败服务 约有75%的沟通不良 是由于服务传递时的 那个技术不良以外的因素而造成的 这些接触不良 包括顾客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无法在服务传递系统里 符合他们的需求 例如顾客在登机时 他们携带超大尺寸的行李箱 或者是用餐时有客人在幸运手指头 或者是大声的叫喊服务人员等 此外在一个服务传递系统 所导致的失败 会增加接下人员的 到的沟通的负担 但无论如何 当你服务失败时 就是给接下人员一个机会 让他们在补救服务时 能展现他们的创新跟弹性 顾客跟接下人员间互动的困难点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课本的七之一 从课本的表七之一 我们可以看到 它分为顾客不切实际的需求 还有不被预期的失败服务的一些内容 我们先来谈谈客户不切实际的需求 例如客人有一些不合理的需求 或者他的要求是违反了公司政策 或者是有些顾客对待员工的态度很差 或者是他的顾客行为 破坏了社会的道德规范 我们可以从前日的新闻报导 看出超商的某位员工 被客户的一些行为做出污蔑 他个人的一些需求 另外还有就是说 顾客有一些比较很特殊的需求 另外一个不被预期的失败服务 那就是可能会 客人会要求一些服务 是我们无法提供的 或者是员工的服务太慢了 或者是一些令人无法接受的服务 再来我们谈谈跟顾客互动之间之后 我们所谓的一些训练一些沟通的技巧 跟顾客发生无法避免的沟通不良时 接洽人员需要通知受训过的人际沟通技巧 来避免情况变得更糟 其实在训练课程里 必须要训练接洽员 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 应使用哪些信有的法令规定 以回应顾客一些不切实际的需求 另外可以在事先先编写好 实际可能会发生的例外 或者我们应该怎么样解决之道 并演练每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受过良好训练的接洽人员 可在服务接触时 表现用较专业的态度 结果也会增加 跟顾客的满意度 且可以减少服务提供者的 压力与挫折感 好的 那我们刚刚谈到的 服务接触基金三角里头的 这个组织还有员工的部分 那么接下来我们谈另外角色 就是顾客 那么对顾客而言 每一次的购买经验 都是非常重要 那么反之 对这个服务提供者而言 却都是一个例行性的交易而已 相同的一个交易 那么这个举例来讲 例行性的这些 自助式的加油站 或是设在比较廉价的一个旅馆里过夜 虽然情感上的 它这个联动是微小的 但情感上的联动也可以是怎么样呢 很个人化的 那么续继性的 像是说顾客想要有这个异国情调的这些度假 或是在寻求医疗上的一些服务 那么不幸的是 对感到厌烦的这些接触人而言 特别是每个星期都要见上上百位的一个顾客 这是很难对每个顾客都能够维持相同的一个水准的一个情感承诺 好所以我们来探探 那这个顾客的角色 他的一个期望 跟对整个接受消费的态度是怎么样 那顾客会像是在找寻财货一样 在寻找服务财 那么相同的 他们也会有一个期望 要来主导他们的购买的一个态度 所以学者发展了一套 一个蛮有名的架构 就是把这个服务财的架构 的这个顾客架构 将顾客分为这个四大类群 我们来分别说明如下 这第一个类型我们谈到的是像 有的顾客是属于这个精打细算型的顾客 那此种顾客呢 是在耗费时间 努力跟金钱之后 他们希望能够获得 这个他们的这个服务价值最大化 那通常是呢 有一群这个有需求的 有时候呢是善变的客人 那希望能找到服务公司呢 能够是在市场里最有竞争力的 那么然而呢 如果一家公司呢 失去这类型 那么可以说是呢 这个视为一个竞争威胁的一个早期 早期的一个预警 那再来我们谈到的可能是有道德型的 这一类的一个顾客 那这类型的顾客会觉得自己呢 有社会责任来帮助公司 因此呢 服务公司呢 只要对这个市区做服务 并发展出良好生育的话 那么就比较可以来创造此类顾客的一个忠诚度 像是说麦当劳他对这个住院治疗的这个小孩的一个家庭呢 举办了所谓像是麦当劳起去欢乐屋 这样的一个企划活动 那这样的活动呢就有助于提供麦当劳一个形象 那么再来我们谈到第三类型的是个人化的一个顾客 那这种类型的顾客是希望在服务体验里 获得人际关系上的一个满足 像是人跟人之间的这个认识跟对谈等 像是社区型的家庭餐厅的一个做法 那就通常会直呼客人的名字来招呼客人 那但这种接待方式 在许多其他的行业呢 只要特别利用电脑来建档 这些顾客姓名资料以后呢 接下来这些员工就能够有技巧性的来做到 类似的这样的个人化的服务 接下来我们谈最后的这个 有的是便利型的这些顾客 那这种类型的顾客并不感兴趣 购物时所获得一些服务 便利性是唯一能够吸引他们的一个地方 因此便利型顾客他愿意多花一点钱来 获得所谓个人化的一个服务 避免麻烦的这个服务 接下来我们谈谈 那在顾客不管哪是类型的 他在选择服务的时候一些考量 那考量的方式可能会考量到 他所涉入所花的时间 顾客对环境的一些控制能力 顾客对整个流程效率的认知 或者涉入人员接触的这些人数 或者是说我对这个服务涉入的风险 他去评估这些 还有在这个服务接触中 他是不是要做些努力 或者是说需要依赖他人的一个程度 最后我们来谈谈最后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在整个服务接触里头 要把顾客视为是我们生产的一个伙伴 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特别是在各个服务里头 像举例来讲银行里面对票流程 支票这些处理流程 餐厅里头 你自己在猪猪餐里头 你自己也 其实也是一个生产的一个角色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上到这边 非常感谢来源来宾的参与 还有各位同学们收听 谢谢 再会